老人版名画cosplay上 初心啊就是为了展示我们老人 就是即使到了养老院 即使到了高龄 还是有很积极的生活的态度 可以展示不同的风采 后来正好看到网上有 有小朋友模仿那种名画什么的 我想我们能不能拍这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模仿呢 对于就是 而且是国外的那种名画嘛 他们可能开始不是很理解 就觉得你们把我们装扮成这样 是不是有点像小朋友啊这样 后来慢慢慢慢 他们特别是装扮起来了以后 他们觉得也挺新奇的 就是因为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嘛 然后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们 我们特别是扮演那个弗里达的那个 派弗里达的那个奶奶 她因为化妆时间特别长嘛 就是装扮特别复杂 因为眉毛什么化妆时间特别长 就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在安心 说身体啊 说能不能做那么长时间 但没想到奶奶说 没问题没问题 我可以 我们昨天发出来以后 然后有一些奶奶们都说 哇 说这是谁啊都不认识了 就有些奶奶就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你知道吗 然后她们都说 啊 这个是我妈 这个是我妈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 听得很开心呀 以前我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 好像蛮开心的像小孩一样 他们看到了说很好呀 都很开心 说我妈妈都年轻了 说我奶奶都 我外婆都年轻了 她们说 而且能跟那个叫世界名画扮演了 真是不容易 我希望还有这样的活动 以后 看视频 上澎湃